市長高鴻安 這個禮拜請假四天 到越南考察去 臉書上現在也貼出了 參訪工廠的照片 這趟旅程 他之前不是才被質疑說 是花工廠出國玩 現在又被前文化局長 錢康明發現 說這個參訪 雖然看起來是在工作 但他點出問題 原來這個工廠 他們參觀的業者 總廠是在我們台灣的高雄市 這也讓錢康明就嗆了說 這個好奇怪的一個行為 他說總廠就在高雄路逐區 怎麼會去參觀越南廠呢 不過對此高鴻安有解釋 他說台商在越南打拼 地方政府要了解 如何能提供協助 這跟在台灣參訪工廠的意義 是完全不同的 手摸黑球舉行接牌儀式 新竹市長高鴻安 二十六號來到學校出席活動 不過他前幾天在越南參訪行程 先被哀批是花工堂出國爽玩 如今又被質疑 參訪工廠的目的是否有意義 臉書上發出照片 高鴻安的越南參訪之旅 去了活塞工廠 拿起零件仔細看看 觀察完內部 一群人在工廠外拉布條合影 不過新竹市前文化局長 錢康明發現 這間公司的總廠怎麼在台灣 臉書上寫下幕僚該打屁股了 是誰建議要考察越南台商 搞得如此尷尬 原來錢康明發現活塞公司 總廠住位在高雄市陸竹區 而高鴻安參觀他的越南廠 錢康明直呼好詭異 還說希望市長回新竹後 會為了文中所述 適合傳統產業設立研發中心的 圓得起來 參訪越南在地的這個台灣的工廠 到底地方政府 可以提供什麼樣的協助 我想這個跟在台灣參訪工廠 完全是不一樣的觀念 遠赴越南考察 卻參訪總廠在台灣的公司 面對質疑高鴻安回應 意義不同 不過是否能為城市達到效益 市民都等著看 華視新聞 莊名獻 侯正倫 趙若萍 新竹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 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